面对两位声音充满张力的对手 黄如其能以自我风格杀出一条血路吗 再说我也不特别渴求永久 其实我也无法终于淡一感受 静止了沉溺了无声的灭绝云水 是我拒绝你清醒的双眼 是我召唤你眼底的错觉 就让我用力砸碎轻声的诺言 拥抱瞬间 是我用真实的编造了谎言 就算我用残破的踩着这世界 再一次回应你已失去的谎言 我们表演 这一组马上就有请小林老师来讲听 小亮的声音非常好 然后我觉得你的那个爆发力张力都非常好 但是我一直在等待你的一些 怎么说应该是你的冒险 比如说他要这个原唱 或者是我听过的人他要这样唱 我偏要走别的方向 我想要听到的是这一个 然后王复兴 我会觉得我今天听到你真的只有大声跟小声 因为小声它应该还会有很多不同的等份 比如说小小声 小声中小或者是大大小 其实你只有一个小 然后变成你要去衔接那个大声 它突然很大的落差 所以你那个中间的转折一直都是不顺畅的 所以就变成是坑坑巴巴 然后如其 我觉得这首歌是很安全 安全当中会觉得有一点点无聊 跟不痛不痒 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这个创作如果是你 你要怎么样去诠释你看到的他写出来的东西 那这个是要做的一个很大的功课 好 三位师傅都已经交代过了 好不好 修行要在个人 马上来看三位的成绩 首先是孙小亮 请评审按灯 孙小亮的演唱《燃烧》得到的分数是 二十 二十分 好 另外是王复兴请评审按灯 王复兴的演唱《我要快乐》得到的分数是 十四分 十五分 好 接下来是黄如其请评审按灯 黄如其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十五 十五分 有两位呢都不到十八分 是不是请建宁老师给他们 建宁老师我也发现你给孙小亮的分数 也是三分 对也是三分 这个首先是小亮 我觉得你唱得很好 然后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被你感动到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大 孙小亮 这同样的剧情发生在我们的学长 刚好就是来唱开场的学长尤敏身上过 我记得那时候尤敏她也唱得很好啊 四平八稳没有什么不对 可是索老师都说感情感情 你一直没有打开 所以那时候尤敏也很痛苦 我觉得你可以跟她聊一聊赖明慧 那两位碰到小亮不好意思要休息一下啦 谢谢三位 可能我相信之后我会把我的情感再放出来一些 因为可能还没有 因为有的时候情感自己感动自己的时候 可能感动得很好 但是我希望之后会做得很好 我不会会信任我会继续女演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